据亚加达邮报报道,8月24日晚间,在印度西部有一栋五层的公寓楼倒塌,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,但是官方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失踪或者被困人数。 据悉,灾难发生之后,印度国家灾害反应部队发表声明称,三支配备专业设备和嗅探犬的救援队伍已到达现场,紧急救援人员已经找到一名遇难者的尸体。 马哈德警方还在一份声明中说,已有15名伤者获救并被送往医院,在救护车将受害者送往附属医院的同时,当地居民和警察在充满西片、金属棒和其他物品的废墟中搜寻生还者,不过虽然各方都在全力进行搜救,但是被困或者失踪人数却像个谜一样没有定论。 马哈拉施特拉邦灾害管理部门,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印度报业托拉斯,有51人失踪,马哈德警方则说,据信还有至少70人被困在废墟下,而据当地多位官员估计,失踪人数在51人到200人之间。 另一位马哈德议员又告诉当地媒体,初步估计有200多人被困在废墟里,前后数据相差甚大,因为不论是警方还是当地官员,压根就不清楚里面到底住了多少人。 马哈德所在地区的官员表示,当大楼开始坍塌时,大约有70人逃到了安全地带,由于新冠病毒导致的封锁,许多家庭回到了自己的家乡,但他们并没有住在这栋建筑里,所以官方没有就被困人数进行澄清,不过撇开被困人数,当务之急是要把被困的人给救出来,因为还有许多被困人员的家属正在等待亲人的消息。 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也在推特上发文,为每个人的安全祈祷,并保证将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,以加快救援工作。 虽然本次事故极其严重,但是报道中称事故原因尚未被调查清楚,不过在印度6到9月季风期间,建筑物倒塌很常见,因为老旧的摇摇晃晃的建筑物,会在不间断降雨的重压下受到很大破坏。 当地政客贾戈塔普告诉媒体,该建筑已经有10年历史了,而且地基很脆弱,并直言它就像一座纸牌搭乘的房子,如此脆弱的房子,想来也是抵挡不住残暴季风的袭击吧。 据了解,季风在促进整个南亚的农业收成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但它也造成了广泛的死亡和破坏,因为它会引发洪水,淹没低洼的村庄,或者导致建筑物倒塌。 今年,与季风有关的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1200人,其中仅印度就有800多人丧生,马哈拉施特拉邦此前已经受到新冠病毒的重创,在印度300多万感染病例中,该邦的确诊病例数就占了超过了五分之一,而这一次的季风侵袭,无疑让这个本就不太平的邦雪上加霜。